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花花世界在猫和狗的眼睛里完全不同 它们都是红色嘛 那你有没有想过 同一晚饭在猫和狗的嘴里是什么味道 这可不是一个无聊的问题 味道来自外界的化学物质 而味觉是体内的神经反应 要在两者之间产生准确的联系 需要复杂的适应结构 在宏观上 哺乳动物的味觉主要靠舌头上的味蕾识别 以人类为例 我们作为一种能说会到的杂食动物 舌头格外肥大有力 表面分布了四种不同的舌乳头 数量最多的丝状乳头没有味蕾 而其余的蜀状乳头 叶状乳头和轮廓乳头 总共含有九千多个味蕾 在全体哺乳动物中首屈一指 味蕾埋在口腔上皮的前表处 非常像蒜头 有几十个缩状的味觉细胞集结成团 并通过味孔与口腔沟通 我们目前明确了三种味觉细胞 它们顶端带有不同的受体 第一种由胶质细胞特化来 它的顶端是钠甲离子泵 能感知咸味 第二种是接受细胞 它能与多种有机分子结合 识别出甜仙苦等复杂分子造成的味觉 第三种是前突出细胞 它能被水和氢离子激活 感知酸味 三种味觉细胞相互作用 最后将刺激转化为神经冲动 传递给大脑的味觉中枢 这样一来 味觉就形成了 可见 接受细胞是味觉多样性的主要来源 在微观上 这都是G蛋白偶连受体的功劳 这个受体镶嵌在细胞膜上 在细胞内侧偶连着G蛋白 G是指二磷酸鸟干 GDP与ADP非常类似 而蛋白包括了αβγ3个亚基 在细胞外侧 G蛋白偶连受体能与特定的物质结合 这种结合改变了它的外形 G蛋白脱离下来 其上的二磷酸鸟干被三磷酸鸟干取代 随后 到有三磷酸鸟干的α亚基 就与钙离子通道结合 把细胞外的钙离子放进来 引发细胞内的信号转导 最终激起神经冲动 而G蛋白的α亚基随后会水解三磷酸鸟干 使一切回到原点 由此可见 G蛋白偶连受体能结合什么物质 决定了动物能尝出什么味道 这将由具体的基因决定 并进一步是进化的产物 动物能尝到什么味道 与它们的生态味高度吻合 肉类富含氨基酸而鲜美 富含脂肪而醇香 植物因为富含糖分而甘甜 动物主食什么东西 味觉就奖励什么味道 拿猫来说 它们是单纯的肉食动物 缺乏消化植物的能力 所以它们对鲜味和脂肪的香味 感知都很正常 但是编码识别甜味的G蛋白 连受体的基因失去了功能 几乎没有甜味觉 冰淇淋在猫嘴里和一大坨肥肉味道类似 不甜 但是很香 而且它们的舌头上只有500个味蕾 味觉很弱 很容易吃得过咸 狗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伙伴 和人类一样是杂屎动物 能吃到一处去 更倾向于用鼻子推断食物的味道 那里的G蛋白偶连受体更多 而狗的祖先是狼 一种经常食服的动物 腐肉中氨基酸分解的氨类物 只能使它们感到兴奋 那些令人类感到恶臭腐烂的东西 对狗来说别有风味 在猫狗之外 作为食肉末的叛徒 大熊猫也很值得一提 它们负责感知古氨酸的基因失能了 不再尝得出肉食的鲜味 但这一基因突变大约发生在420万年前 比它们吃竹子晚了300万年 也就是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 大熊猫的祖先都是过着吃损的命 操着吃肉的心 而另一方面 酸味 苦味标记了植物尚未成熟 或者食物已经腐烂 或者有毒的生物碱过量 大多数动物都不会失去 但是精类长期适应吞食 吃东西不沾舌头 于是连苦味觉也消失了 这使得它们不知道原油污染的海面非常危险 常常因此丧名 这是一件不哀的事情 最后 G蛋白偶连受体的功能 可不止区区一个味觉 人类4%的基因都用来编码它们 一切免疫 感知 内分泌等等活动都必须它们参与 所以40%的现代药物 也都以它们为靶点 这真是数不清的故事了 我会尽可能回复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